如何确定谁是被抚养人 一般而言有两个确定的方法 如果被抚养人是孩子的时候 那这个孩子必须是19岁以下 或者是24岁在念书的孩子 同时抚养人必须支付一半以上的生活负担 同时这个孩子必须得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那这个是以孩子是被抚养人的条件是如此 如果被抚养人不是孩子 而是自己的父母亲或是亲戚朋友的时候 那这个被抚养人的条件又是如何呢 那这个被抚养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他的所得不能超过免税额就是4050块 那如果这个被抚养人是父母亲或是自己的亲属 他可以不需要住在一起 但是如果这个被抚养人是朋友的时候 这个被抚养人必须是整年度跟抚养人是住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抚养人同时必须支付着一半以上的生活所需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是说 被抚养人必须要是美国的居民 或者是加拿大人或者是墨西哥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